花莲市公所双管旗下防治虫害 继日前展开排水沟清淤作业之后 启动个礼环境喷药消毒工作 市长魏佳燕特别前往视察作业的情形 他也提醒民众 由于花莲市44个礼非常的多 清洁队执行这个清沟和喷药的工作 从3月开始一直会持续到5月底 也请民众可以多加留意相关时辰 共同来维护环境的卫生安全 清洁队人员穿着防护衣 走进各里巷弄内针对排水沟 人孔盖进行喷药 要将附着在水沟壁内的蚊蚓等害虫给消灭 而这个环境用药是属于除虫菊精类 毒性滴对人体没有伤害 今天我喷的药是除虫菊精 主要是喷排水沟里面 针对排水沟里面的害虫 包含热带加纹还有蟑螂 我们做喷药 那在喷药这个过程 发现这周边假如说有早餐店 或其他的饮食店的话 我们会避开他们工作的时间 避免影响到他们 另外就是说 我们喷的药是除虫菊精 其实请大家不用太紧张 因为除虫菊的话 对人体对狗啊猫影响并不大 但是它对那个养殖的鱼类 就是水生的生物影响比较大 因为它有鱼毒 所以我们在喷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注意 市长渭嘉燕表示 最近天气温热潮湿 许多蚊虫开始滋生 因此事工所透过水沟清淤 还有清除蚊虫滋生源 进行环境喷药消毒 双管齐下严防蚊蚓虫害 继上个礼拜之后的一个清沟 那我们这个礼拜就是开始 我们的除虫跟我们环境的 一个整洁的消毒 那今天的消毒的一个部分 大多都是以我们的家蚊 以及我们蟑螂为主 那待会喷药完之后 我们的家蚊跟蟑螂 都会四处的乱窜 那等到一阵子药性发作 那它就会死在我们的路上 那也请民众 部分有喷药的部分 请大家可以立即的 将我们的一些 昆虫的一些尸体 已经其可能的扫起来 那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 那我们一些可能 病霉纹的部分 可能都是在我们的一些 积水容器 以及我们一些农田上面 那这个部分 如果家中有一些轮胎 跟我们废弃的一个花盆 请大家一定要将 随手将我们的容器 都能够倒掉 那维护我们环境的一个整洁 花莲市公所表示 防治蚊虫是以环境清理为主 喷药为辅的原则 因此特别呼吁民众 要配合环境清理工作 加强清除容易 置身并没闻的积水容器 花盆底盘 废轮胎和积水处等 落实寻稻清刷四个步骤 共同来维护 优质的生活环境 介入会欢事报道 整个面里的老大 此事 初步为法 这道律所 本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